这是中国囚犯执行死刑前 破天荒流出的真实场景 枪决前 女囚犯被狱警带到一处空旷的场地 接着命令女人低头下跪 女囚只能跟着一一照做 而另一边 警车上的女法警接过子弹 验完枪装入子弹 面无表情地扣动了扳机 执行完任务后 法警红燕烧掉了手上的白手套 在原地静静地站了许久 仿佛这样就可以带走身上的血腥味 每天接触痛苦绝望的死刑犯 让红燕的心也逐渐变得麻木而冰冷 而且她丧偶了十年 陪伴她的只有一个个失去生命的死刑犯 最后她在听到死刑判决时甚至会打喝钱 红燕极度渴求着 在孤寂的生活里寻得一丝温暖 她常常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参加相亲活动 作为一名身上 背负多条人命的枪决执行者 她内心始终无法走出灰暗的阴霾